如果遇到灾难 这个时候你万云放下 一行念佛 佛就会先见 你马上见到了 你就能我死 所以人怕灾难 念佛的人不怕 念佛的人欢喜 那为什么早一天往生 不到这个时候 你那个心发不出来 到这个时候心发出来了 为什么走透无路了 只有这条路走得通 往极路世界去 这个路平平安安 文文荡荡 佛来接引 大家要好好记住 为什么 人在这人生 必定有死亡的一天 这一天怎么办 这一天要幸运迟迷 我来神不搞轮回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真正有佛报的人 听到这个法门之后 马上就下定决心 那 时间四 慢慢地放 这是什么呢 半信半疑的人 慢慢地放 真正相信的人 立刻就放下了 不会托你带水 就等着佛来接引我生 佛还没来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你的寿命还没到 你还有寿命 第二个原因呢 你还有使命 你还没作为原码 那 如果不是这两种原因 想去就去了 这法门的殊胜 确实 无法可比 你还没得到